孙力坐在自家沙发上,端着一杯红酒,轻轻摇晃着,看着灯光照耀下玻璃杯中的那一抹红,孙力发出了一声轻笑。 当初真是看走眼了,觉得虚拟游戏刚开始,就能排在第七的徐景明,年轻,潜力大,火种杯大赛一定很耀眼。 孙力轻声道,想着抱上大腿队友,狠狠赚一笔奖金。 谁想这是个假大腿?现在混得还不如我,我好歹冲进了十大神剑手,虽然只是末尾,可也是下国一线的神剑手了。 现在遍地都是进深薄杀的战士,神剑手才稀缺,我比徐景明都抢手多了。 孙力想道,现如今很多大集团大公司,都杀进虚拟世界组建队伍,专业的队伍才是最有前途的。 我加入的金鹏战队,队长可是铁连云,其他三个队友也都是和徐景明一个层次,也就是神剑手太稀缺,才找到我。 孙力还是觉得很振奋的。队长可是铁连云。 铁连云,在世界五道大赛时,就拿过三次世界第一。 现如今敢说比他强的,也只有刘海、雷云放、周易这三位了。 嗡。孙力看了下来人电话,放下了酒杯,这才接了视频电话。 孙力。电话另一头的银发青年笑道,钱到账了吧?收到了。 孙力笑道。等火种杯大赛,就看你表演了。 银发青年说道,这是我们金鹏集团第一次进军游戏行业,你作为神剑手,是队伍非常重要的一环。 孙力点头道,放心吧,田总,我的四个队友都非常强大,和他们配合,我也有信心表现更好。 银发青年点点头,但是有一点,我的在提醒你,如今队伍依旧在争取王仪,如果王仪愿意加入我们金鹏战队,你就只能当替补了。 放心,钱,依旧不会少你一分。田总,我懂的。孙力笑道,大魔王王仪如果来,我自然乖乖当替补,我和他的差距我还是很清楚的。 银发青年点点头,好,你准备准备,一个小时后,开始训练赛。 好。孙力笑着点头。挂断了电话,孙力脸色却阴沉几分,痴笑一声,大魔王王仪。 那可是虚拟世界开放第一天,就是神级神剑手了,现如今要恐怖得多。 如今的神剑手,周易是独一档,仅次于他的,就是王仪和庄子宇了。 王仪还是美女神剑手,是超红的大主播,我知道的就有好几支大集团战队在争夺他,是那么好争的。 真是羡慕他们啊。周易,是自己建战队,不屑和任何集团合作。 一群高手主动加入。大魔王王仪,最强女神剑手,人气极高,各大集团追逐。 庄子宇,天音集团和他合作,完全以他为核心剑队。 孙力凯探,神剑手,只有他们三个才如此特殊。 没办法。神剑手实力划分,他们三个,是比后面的神剑手明显强得多。 很长一段时间,下国超级神剑手只有三位,周易,王仪,庄子宇。 这三位都是第一天就定级赛城神级神剑手的,现实中剑术本就恐怖,早就进入下国重点栽培名单。 又经过一个月虚拟世界苦练,这三位剑术自然越加匪夷所思。 客厅内,徐景明接完孙力电话后,点开光幕,将孙力给拉人了黑名单。 景明,别生气。 李淼淼轻声说道。 徐景明说道,其实我早就该想到,孙力之前是因为我展现的实力潜力够高,他才加入我的队伍。 如今离开,也不奇怪。 李淼淼安慰道,别责怪自己,孙力就是个小人,你以己夺人,哪会知道小人的想法。 他要走就早点走,今天都25号了,月底了。 高手们该组队的都组队了,这时候退队,真是害人。 徐景明点头道,他是故意的,甚至懒得和三个队友打招呼。 大家训练配合了这么久,说走就走,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李淼淼道,这种小人,以后不来往就行了,不值得生气。 其实当初组建团队,大家签订合同,有合同约束。 他也就没办法退出了。 我们的队伍,本来就是口头约定,又没有任何签约薪酬,不好合同约束。 徐景明说道,既然不是一条心,走了也罢。 李淼淼点头,我们现在最紧急的,是需要最后一名队友。 月初时,愿意和你组队的人很多。 可现在,有志于火种杯大赛的,怕都早组队了。 现在去哪找人? 还是找一个神剑手。 慢慢想办法吧,我去找阿硕他们,还要和他们说一声这事。 徐景明起身朝卧室走去。 李淼淼看着这幕,点开自己的工作群,孔姐,小层,赶紧给我查所有神剑手的资料,他们是否已加入队伍。 是否有邀请可能? 收到。 收到。 两大助理,立即去搜集资料情报。 虚拟世界内,自己的个人空间。 突然召集我们,啥事? 横芳窃意躺在沙发上,持着葡萄,看着窗外的雪山山顶冰湖景色。 孙力怎么没来? 刘冲远,杨清朔也坐在一旁,随意吃着。 他们兄弟相处,本就随意。 徐景明坐在那,他退出队伍了。 横芳,刘冲远,杨清朔都一愣。 没开玩笑吧? 刘冲远不敢相信,今天都25号了, 三天后就要报名了,他退出了。 我们队伍配合训练,都配合了多少次了? 他和我的视频通话,我保存了,你们看吧。 徐景明将视频发出来。 你帮我转告吧,没办法,我也要赚钱的。 视频中,孙力非常干脆说完就挂断了。 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 过去说的话当屁放。 横芳眉宇间有着煞气,就算要走, 不能早点说。 杨清朔脾气再好,也有些恼怒, 虚拟世界一共才开放一个月, 我们配合训练已经20天了。 现在突然退队,浪费我们的训练时间。 我们给他当陪练。 围攻他,锻炼他的近战弓箭术。 刘冲远也恼怒道, 他的弓箭术是提升上来了, 却突然退队。 甚至都懒得和我们说一声。 没我们几个免费陪练, 他近战弓箭术能提升这么快? 能进入十大神剑手行列。 横芳骂道,都要开始大赛了, 他退队了,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真是白眼狼。 这就是个小人。 徐景明说道, 现在最紧要的是, 要找最后一名队友。 现在想要找神剑手, 太难了。 刘冲远摇头。 都快报名了, 现在找神剑手。 横芳也头疼, 王仙姑排的前一百名高手, 只有十名神剑手。 最强是周易, 第二梯队是庄子宇, 王仪他们俩。 第三梯队也有两位。 第四梯队有五位。 据我所知, 现在没确定队友的, 只有第二梯队的王仪和第四梯队的方胜。 横芳说道, 方胜也有好几支队伍在邀请他, 王仪更是遭到疯抢, 之前的天蓝集团, 直接报价一亿签约金, 要签王仪, 王仪都没理。 知名的大型集团, 就有好几家在抢他。 大家都知道虚拟世界的重要性, 王仪这位最强美女神剑手的人气, 是那些大集团看重的。 大集团为的, 就是人气。 杨清硕说道, 我们没法金钱开道, 邀请王仪, 方胜, 可能性都很低。 刘冲远说道, 许哥, 你和王仪不是认识吗? 杨清硕道, 只是对战过几次, 并无多深交情。 许景明摇头, 先想想办法吧, 实在找不到神剑手, 那就再找一名战士。 五名战士, 一样冲。 有神剑手, 对物事质变。 横芳道, 如果十大神剑手都找不到, 再弱的神剑手, 请来意义也不大。 分头想办法, 三天后, 我们再碰头。 毕竟报名截止时间是 三十一号晚上。 许景明说道, 好, 分头想办法。 四人暂时散去。 老板, 这是我们搜集到的 所有知名神级神剑手资料, 一共二十七位。 有名气得的十大神剑手, 后面的十七位。 实力和退队的孙力也很接近, 只是近战薄杀不如孙力。 孔姐说道, 黎淼淼看着面前资料, 目光盯向了上面的一个名字, 王仪。 王仪, 是仅次于周易的神剑手。 在王仙姑定的高手排行榜上, 也是在第二梯队。 孔姐说道, 第二梯队中的神剑手, 只有王仪和庄子余两位。 又是一位美女, 人气非常高, 如今很多大型集团都在争夺她。 我们和王仪见过面吧。 黎淼淼道, 是带小青带王仪来的, 王仪还是你的粉丝呢, 很喜欢你的歌呢。 小曾说道, 小青妹子和王仪是好闺蜜。 黎淼淼想了下, 你们先离开, 我找小青聊聊。 好。 孔姐, 小曾离开。 黎淼淼淼直接邀请戴小青。 很快。 哗。 一名身姿挺拔, 颇有英气的年轻女孩来到黎淼淼的个人空间。 嫂子, 找我啥事啊。 戴小青笑道, 她是带通达女儿, 是徐景明的小师妹。 带小青没有渠 центр之后。 它是农露。 我也可以用快乐。 感谢观看